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激情消费 就非理性消费 消费完了在家扔整 还不如像笑这样 其实每天大伙给笑钱张办卡 理性支持小妹 其实笑也考虑了很多 现在行情不好 我考虑过带货 但是说实话 带货到时候你自己本身不够专业 万一给大伙 就带的不够好 质量不够好 你像笑就下棋 肯定质量 其实这几排棋 走的都是非常好的 那属于为笑笑的 这个劳动智慧 是吧 为智慧付费 还养柳依依 至少我觉得是值得的 大家给小妹填张办卡 你多朋友 给笑我填了很多年的办卡 每天过来一张卡 填了很多年 其实笑非常感恩 每天过来给主播填沟水和 一天一张卡 每次过来看起一天一张卡 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细水长流 支持了好多年好多年 只要笑笑播就是一张卡 天天播天天卡 这种消费呢 大家能支付得起 同时呢 也是觉得值得的 还给小妹给大伙表演的像 起大伙给主播 填沟水 其实这个带货 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真的直播 实在做不下去了 才会考虑 或者是 直播做不下去的话 可能就停播了 现在就很难 一个多一个多小时了 朋友们 这波家有赖于大伙的共同支持啊 给小妹添口水喝 觉得精彩的没有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笑笑比较主张 西水长流 每天给笑笑填张卡呀 有条件的填个飞机呀 是吧 主播有赖于大伙的支持 才能活下去啊 现在这种行情 太难了 真的 主播也快吃不下饭了 喜欢笑笑象棋的人很多 那倒是 我们全世界各地的都有 说实话 我们直播家 每天人来人往 几万人还是有的 真的带货的话 带货比这个送礼物 其实要赚得多 但是说实话 带货都激情消费 大伙觉得便宜 噼里啪啦 买一堆废柴 然后 这个可能用的相对少 甚至直接废掉 扔掉 然后觉得特别不值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还不如就大伙是吧 咱也不带一些垃圾的东西 这个有些 当然有一下是比较实用 但是肯定是有一些 是不太实用的 带货其实笑也想过 要是带货 肯定能一下子赚好多 这个比笑笑做 有的人一场直播带货 都比笑这一年的直播 下期赚得多 但是笑也不愿意 今年确实是 各行各业都不太好做 但是笑笑还是很有流量的 我们热度一直都很高 人来人往 直播间人气很高 但是不愿意那么来 跟大伙讨账办卡要个礼物啊 这其实赚的少的多 但是 你还不如这个做个门票 其实做个门票 一天一毛钱给主播的话 主播都能发大财 人多呀 看不住 说实话 直播间来了 送一毛钱 或者送一块钱 送一毛少了点了 一毛挣太少了 要是愿意给主播送一毛钱 主播都比现在要赚得多得多 主要是 直播间付费还是 赚得太少了 大伙愿意给 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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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